滑雪运动员在奥运会选拔赛中 被松枝割断了滑板造成严重事故 茉莉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刚做好手术的脊椎再次锻炼 她不得不永远阔别滑雪场 但父亲灌输给她的冠军思想挥之不去 茉莉不服输要做到全能全才一路开挂 不仅凭借超人的头脑考上了哈佛法学院 还一手举办了全世界最大的高端牌举 吸引了众多好莱坞名流现身玩牌 成为声名远扬的扑克女王 家财万贯的茉莉背后 有无数个大佬孤注一掷 或赢得盆满钵满或输的倾家荡产 看惯了人间风雨的茉莉 自己的人生也处处是腥风血雨 多年前还是少女的茉莉 在父亲的严厉压制下 非常渴望逃离 不想再被管束 茉莉想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她决定在上学前休假一年 来到了洛杉矶当酒吧女招待 茉莉和客人打交道如鱼得水 她能得到丰厚的小费 但忙碌的她并不拒绝赚更多的钱 于是找到了第二份工作当办公室助理 但她的老板会在凌晨天还没亮就叫醒她 让她给她买早餐 当老板得知茉莉是从快餐店买来的早餐时 她忍无可忍地毒舌教训她 称茉莉应该滚去收容所 随后就将她厌恶的早餐丢向茉莉 茉莉轻轻一扭躲过了 不过自从茉莉买错早餐后 她的人生就有了转机 老板称她要将扑克牌局换到眼镜蛇酒吧 没好气地让茉莉帮她传简讯给大佬们 每人带参赛金一万现金来现场 虽然茉莉一直把老板当笨蛋 但当她看到通讯录上那几个大佬的名字时 她就明白这些人不简单 不仅有商业精英还有影视明星 就在茉莉群发了简讯给他们后 她在短短90秒内收到了所有人的回复 每个人都确认会道 茉莉预感一场好戏将要拉开序幕 她将现场布置得井井有条 开始接待客人 和每个大佬握手收取现金 这一晚让她对牌局彻底着迷 眼看各方大佬上眼紧张刺激的赌桌博弈 几百万的现金流水 几万的净收入 就连茉莉自己的小费都收到手软 纯挣了3000美金 这远远超过了平时工资的双倍 虽然她只是一个负责端茶倒水 岌岌无名的小助理 但是在整理流水项目时 在对客人察言月色中 茉莉在用聪慧的头脑不断获取信息 利用搜索工具整理资料和专业术语 看懂了赌桌上的游戏是怎么玩的 茉莉也摸透了客人们的性格 这些钱多到花不完的主 都很享受打牌的快感 有名气的明星玩家会吸引旁人同坐一桌 茉莉也很会来世 于是茉莉将明星玩家当成目标 二人渐渐成为心有灵犀的合作对象 茉莉也晋升为客人们所信任的牌局介绍人 她作为牌局的局外人 却注视着游戏的一起一落 随着裁员滚滚来 茉莉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她不再甘于当一个助理 她希望成为拥有自己客源的女王 好巧不巧 多疑的老板正因手气不顺 将脾气撒到了茉莉身上 认为她赚钱太多了 以后不会再支付她当助理的报酬 但茉莉必须继续当她的助理 否则连带这场牌局 她也不能再进入了 这样不公平的欺压让茉莉无法忍受 她被激发到触底反弹 咬着牙决心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茉莉反客为主孤注一掷 将大佬的通讯录都记得一清二楚 上演一出空城记 她通知大佬们排局临时更换地点 将大佬们安排到自己订的总统套房中 那里有茉莉精心布置的排局 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养酒和美食 茉莉盛装出席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排局 她对大佬们了如指掌 果然逆风翻盘 春风得意马蹄急 但茉莉时刻警记着规矩 特地去咨询了律师 坚持不会抽取提成 只赚取自己应得的小费 不过麻烦也来了 但茉莉不容许自己和客人沾染上关系 不给机会转身就走 排局如江湖 有输必有赢 精通游戏的人会掌握主权 赚得盆满钵满 大叔就是这样一个长场必赢的排手 他并非只沉迷于单纯的快感 更注重于赢钱的快乐 不过大叔也有失手的时候 他输给了菜鸟排手 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 但一路通关的大叔心理素质不行 众人的笑声让他逐渐崩溃 直接输到底库都没有了 倾家荡产也无法偿还 还欠了茉莉百万的债 可是第二周大叔就带着支票来了 借钱给他的正式明星玩家 这个高风险且无限循环的高利贷 被茉莉一眼看穿 虽然他警告了大叔不要沉迷于此 但仍然无法改变赌徒的心理 茉莉深知这是一种隐患 会让自己的排局陷入现金流断裂的窘境 于是他找到明星玩家说了 声明明星玩家不能把排局弄得秩序混乱 不过明星玩家不是好惹的祸 认为茉莉没有资格这样说 因为茉莉是她的受益人 这场排局上的客源都是她带来的 面对茉莉的反驳 明星玩家咄咄逼人 反唇相机茉莉收到的小费多如流水 否则就要把她的小费缩小 茉莉当然不甘心被压一头 依然在表明自己的主权 但明星玩家冷冷一笑 这场游戏就要结束了 茉莉成了没有客源的输家 明星玩家拦走了所有客人 甚至打来电话嘲笑她 茉莉被轻烈的语气刺激到了 她把车停到路边 让自己好好缓缓 但她一时间没有办法东山再起 只能先养精蓄锐 准备着付出的一切资源 她已经不再甘愿做一个无名的普通人 回学校是不可能了 她告诉自己要继续把排局做下去 就这样茉莉来到了华尔街 不再盯着明星或精英做客户 她将广撒大王 捕捞风流公子和他们身边的女伴 但是设立了高达25万的入场费 这样的高门见险的整个排局都高端了起来 所以自然也吸引了很多有钱人的注意力 高额的赌注越来越多 茉莉的小费也步步高升 茉莉一跃成为了排局圈子中的神话 她就是读书一致的扑克女王 不过好景不长 茉莉抓到了一个男生 她在排局上十英招 用假的筹码让茉莉损失了几十万 这也让茉莉不得不思考 应不应该抽取用金来维持排局的现金流 否则她的排局会因此维持不下去 但这也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富贵显中求 茉莉不得不抽取两成的用金继续经营排局 她还决定招来俄罗斯黑手党做客人 因为俄罗斯人很有钱且排击场 数大招风 这样的做法很快引来了更多的客人 但同时也会让暴力分子盯上茉莉 她不仅要靠吃药维持高强度的工作 还得提心吊胆地担心被FBI盯上 同时俄罗斯黑手党也邀请她一起合作 但茉莉对于洗黑钱这是十分抗拒 拒绝掉了俄罗斯人 然而这也差点引来杀身之火 让一人在家的茉莉被壮汉殴打 被打得鼻青脸肿还受到威胁 她不得不拿出保险柜中的现金和金条 全部交给了壮汉 被打昏迷的茉莉孤立无援 只能在家里自己疗伤 不然出门医治只会引来FBI的观众 直到她脸上的瘀青可以被遮瑕掩盖 茉莉才打算重新走出家门 她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赚够这笔钱她就要金盆洗手 远离这堕落又喧嚣的排局 这时茉莉接到了一通电话 因为FBI已经盯上了她 但这并非是茉莉自己露出了马脚 而是被从前的客人举报 由于客人自己的罪被捉拿后走投无路 所以向FBI供出了茉莉排局 甚至涉嫌和俄罗斯黑手党有勾连 这样一来茉莉只能迅速收拾好包裹 把药物通通通处理掉 火速到别处避避风头 不过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常年行走在灰色地带的茉莉 还是在凌晨被FBI的电话叫醒 她在强烈的白光下 穿着睡衣被赤灵逮捕 不过在罪证中茉莉有无辜的部分 她希望让一位知名律师给自己做辩护 但自己身无分文如何请得起她 经过一番周折 律师决定为她辩护 在开庭的准备中 茉莉被要求拿出所有客人的名单和网来邮件 这笔信息能让她无罪释放 但这会牵扯到很多名流的声誉形象 茉莉不愿意这样出卖他们 而且自己也应该维持住守信的名誉 最终在法庭的判决上 茉莉没有被判得很重 只是需要更多的赔款 这也说明辩护律师为她声明颇有成效 虽然未能免除牢狱之灾 但茉莉最终还是被消磨得没有了光 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后归来 仍然一无所有 她回想起年幼时当滑雪运动员的经历 那个出了事故后满脸鲜血 却仍然能勉强站起来的茉莉 是个不服输的英雄 只要能站起来一次 就可以站起来无数次 她有着赌徒般的执拗 这注定了她的一生不会平凡 不必再成为众人主目的排举女王 而是成为自己的英雄